大家好,歡迎收看太郎君的頻道,我是肥太郎 肥太郎出來都是跟大家說說有關超人的東西 今天就搞搞新意思,跟大家拆一下蛋 其實跟大家拆什麼蛋呢?就是拆這個Ultrama Ultimate Mirasu的第九蛋 為何忽然會拍這種影片呢?很簡單,因為我終於出了量 終於可以有金錢揮霍,可以發洩自己的慾望 事不宜遲,我們由最小的蛋開始開,好嗎? 好,拆了 好,一如以往有儲開這個系列的,都知道 如果你一整套買,就會有一棟大廈 這些買樓,俗稱我們要買樓,為什麼要買樓呢? 因為買樓才有這個發光燈泡用的 這個發光燈泡,沒有儲開的朋友不知道 可以放在大廈,又或者可以放在這個 超人的身體裡面,讓它發光的 有儲開的朋友都知道,超人和大廈一定要是一對一的 一定要是相互相成的 這樣你才可以令到超人發光 我普遍都是優先給超人發光 你不會優先給大廈發光,就是超人發光的 對不對? 好,現在看到這個應該是倉庫那些物體 事不宜遲,現在就拆一隻超人給大家看看 好,拆了 好,看到呢 它都包得蠻好的 就是裡面這麼多東西,都包得這麼小 看到都是一如以往 有個座,還有頭、胸、腳、手的東西 由於時間關係呢 我已經把它拆開了,現在就開始組裝了 這個系列呢 其實真的落了坑 一旦落坑,你就很想買齊全套 因為呢 它又隔幾個月又出一隻 隔幾個月又出一隻 那當你買了第一隻,就很想買另一隻 再出新一版,你又很想買第三隻到第四隻 那你又買了這些大廈,就逼不得已令到你很想做到一個超人的城市出來 咦?咦? 咦? 咦? 先組裝這裡 好,讓我組裝一隻腳先 那再加上這個腳座呢 就會見到這個是Lutara Sebrun出這個 Emeriumu Cosen的姿態來的 Emeriumu Cosen就是這樣出的了 那拿回舊的一個版本做對比 那看到 它特意營造那個皮套的質感 這個感覺是相似的 那可能我右邊這個舊板有少少擺放,有少少淡紅色 那都證明了它的膠可能都會有氧化掉色的情況 那見到 這個胸口的折門都是一樣的 看不看到嗎?這個折位,這塊巴巴肉都是折出來的 那我初期呢,都是自己抽的 那發現中過很多次服的 那通常都是因為呢,就... 抽中了一隻超人 就想追上之後那隻超人 那但是之後發覺自己不斷地抽中大廈 不斷地抽中大廈 那之後都體化了,覺得沒什麼的 因為呢,你之後未來會買更加多的嘛 那那些大廈的燈泡呢 就可以啊,給之後的超人去用的 那如果你呢,我試過重複超人呢 那你就糟了 因為重複超人呢 你是要找方法呢 賣出去的 那你當我重複一隻 那我一隻拿來玩,一隻拿來擺 那都OK,但當你重複了三隻四隻那時候呢 你就馬上沒有了MODE的了 你就當時你又覺得呢,你的人生呢 非常之不幸,不幸啊 那如果你是沒有買開呢 那我建議你呢,就真的呢 不要去買了 因為呢,舊 如果你想儲回舊的系列呢 其實現在是炒價炒到瘋了 因為這個系列其實都... 頗受歡迎的 咦,我看到那隻腳呢 去那邊了 咦,找到了找到了 跌了到地了 好啦,那先組好他的腳上去 好,那組好他的腳上去啦 那大家都看到了 這個就是超人Gaia的... 頭25集的版本 那就是全紅色的... 好啦,那這隻就是... 之前推出的Gaia V2形態 那大家看到都是... 左右手... 就是... 倒轉了啦 左右... 一個就是左前 一個就是右前手 那... 戰鬥的姿勢都是一樣的 那...後面對比都是好像鏡鏈反射 那差不多的 只不過... 一個是得到了阿古魯力量的V2形態 那...其實... 以前就不是用這種透明的腳座 那...今次有兩個 那...以前就不是用這種的腳座 是用... 以前的版本呢 是用這種的 那...我覺得這種更噁心 好像呢... 我們去打火鍋吃那些一口牛 那...我覺得 那...我從來都不會裝這些... 下去的 那...我就可能會挨挨挨挨挨 那...超人本身平衡到的 會挨挨挨挨挨啊 啊... 放在那些角度 讓他們站穩都不會裝這些腳座 看到一個完整版啦 那...這個就是... 今次加亞的完整版來的 那...其實我覺得呢... 沒有腳座會比較好看一點的 因為... 我覺得那個腳座很外硬啊 那... 那... 你見到這個舊版的超人加亞呢 其實呢... 就... 馬步紮得夠穩啊 而且它是大地來的嘛 大地... 站立於大地之上 其實是不會那麼容易 那一點搖 其實都... 不是... 那一點都不會跌的 其實它就這樣平放呢... 那... 你用風吹啊 其實都不太好跌的 那...我自己其實... 我... 如果放出來呢 我就... 其實就不會裝這個... 的... 的... 腳架位啦 那...我覺得都... 站得穩的 那... 好啦... 那... 設盤出來先 那...現在就到... 最後的步驟啦 那...就是這個亮燈儀式 那... 那...首先... 那... 那...首先你要預備兩個燈泡啦 那... 那...在大廈裡拿出來就可以了 那...然後呢...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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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安裝方法呢...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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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蓋上蓋子 看到已經很亮亮的發亮 另外一個方法 通常都是上下分開 切開上下半身 之後同樣打開燈泡 放燈泡下去 再放上去 哎喲,還有一隻手 哎喲,斷手了,大力氣了 射完這次 看,多漂亮 這個系列果然要發光才顯得到它的美麗 如果它不發光 其實跟普通的超人的塑膠公仔沒什麼分別 總括而言 我都是對這次第九彈的這兩個超人 超人街和超人7號 是比較失望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們都是翻炒一些出過的超人 轉一轉了姿勢或者轉一轉了形態 再出一個新版 我認為它應該出完所有超人 再出一些舊超人 出過的超人的另一個版本 根本會比較好的 原因是因為它不可以令到我的超人城市 增加多一個新的成員 所以我呢就是有點失望的 放回這些超人下去 所以呢這次第九彈就沒有令到我的 超人城市呢增加了一個多一個新的成員 這樣就十分之可惜啦 那未來呢如果有新的發光超人扭彈 我都會繼續追下去 繼續落坑這樣呢 抽或者成色買回來 這樣開給大家看的 那今天的時間就到這裡啦 拜拜 說吧 說吧 說吧